今天给你们带来一场深发白的细节教学 立白嘛 四季前与世无政的安稳发育就好了 四季后嘛 前面元哥单杀了一次白起 肯定想要继续压制 居然他也四季了 那我们先等等 等他再往大招 抬走 这边下路换成打磨了 想要单杀的话还是比较费劲的 那就等他先进线 先放他一马 哎呦 还想入信我的野区 既然你上来送 那不好意思啊 我的身边 可是有余的 勇气更有实力做基础 现在队友全都在中路 想要压掉这个塔 我们就可以先打小兵 解锁大招后 两端一技能上前 消耗增加血量 中塔就快拿下来了 我们现在这个状态 就不要继续压了 先找个野怪回复一下 我这一走就 唉 算了 对面肯定是想要推先压塔 一波团战结束 他们肯定有人状态不好 杀一个直死 有我在 中塔是不会掉的 用防御塔的数量来看 我们稍微有点小优势 不过已经是后期了 对面高地全在 想要打回来也就是一波的事 现在家里又少两个 想要赢 看来是需要一点运气了 完蛋 二端一戳空了 老马 给我点力量吧 啊 就这 就这 开始反打 好的 手也交闪了 不急 吃口药试探一下 来了宝贝 我可是有明刀的 抛开一切 一时操作大局观 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七时 势不可当 对面 自然就节节半退 一旦七时 将军了顺风 胜利就开始浮现了